是呀 杜小苏好心态呀 放着精装修的大房子不住当摆设 非得去跟人家挤地下室 上演黄花苦情戏 太牛了 好啦 知道没有原则的 没有原则 静静点 跳下来吧 我接着你 你让开 小心我砸着你 口气挺大 没可能来呀 小时候肯定没少翻墙吧 彼此彼此 这就是我们的小学 你面前的这片草坪啊 之前就是一自行车棚 所有老师的自行车 都停在那边 要是学生被老师批了 我们就悄悄溜进那个棚里边 把老师车胎的气 全都给放了 你跟邵振荣小的时候 可真够逃的 你俩在一起 没少干坏事吧 彼此彼此 你这是干吗 挖宝 挖宝 上学那会儿 同学们 都特别流行 没时间呢 我和振荣 就学着他们 一起在这儿也埋了一个 给我吗 这是我跟振荣的回忆 这是我跟振荣的回忆 看看吧 我们两个曾经约定 等我们老了 就来这棵树下 把它再挖出来 这个约定 这棵树下 永远没有办法兑现 一看你们两个 就是调皮捣蛋的小孩 笑什么呢 这是什么 真荣获得的人 我怎么都不知道 真荣还会游泳啊 他 他就一汗鸭子 他根本就不会游泳 那他怎么会游泳 还获得奖牌啊 那他得谢我 一脚给他踹出去的 你对他也太狠了 回去啊 他就跟少姨 和我爸告证 我爸给我拎起来 好一顿打 你没看见 他当时就躲在我爸身后 你不知道他笑得有多开心 竟因为那一脚 那臭小子后来一个月 都没有理过我 从那之后 他就不怕睡了 半年的时间还进了校队 得了这块奖牌 郑融有你这么个歌 也真够倒霉的 你可真行 还是当歌的呢 小的时候你肯定经常 欺负邵郑融吧 男孩子嘛 感情都是靠拳头打出来的 再说 我和郑融小时候 一言不合就打 每次都是我赢 哥哥欺负弟弟 你还特骄傲 每回都是我赢 有你这样的吗 谁让他是我弟呢 关起门来 只有我能欺负他 在外头 谁敢动他一根头发 试试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我可以听到 郑融那么多的往事 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奢侈了 奢侈 我想 我应该是最没有资格 听到这些事的人 如果你没有资格 还有谁在乎那些陈年往事呢 我一直坚信 这世上是能量所好 我应该是最多的 但是我应该是谁 你不要资格 我应该是最后 我应该是最大的 优优独播放 你 大家看 我应该是最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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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不租了呢 你们中介是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呢 我告诉你 你等着 我明天去工商局投诉你们 四齐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收拾东西啊 房东大哥来说 这房子咱们不能租了 他要跟那个大嫂什么假离婚 把这房子给卖了 那我就把裙飞叫过来 我让他陪我去中介找房子 本来都找得好好的 也说好了可以搬了 这又打电话来说又不能租了 都什么事啊 就以咱们俩这些预算 能搬哪儿去啊 郊区 要么就只能去跟人挤通铺了 不是 我说现在这都什么人呀 房东大哥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 合同期还没有到 怎么让人说搬就搬呢 我们不搬 不搬 房产站上写的是人家的名字 人让你明天搬你能留到后天啊 好了 四齐 你俩别着急了啊 让我想想办法 我还记得 我刚来上海上大学那会儿 我天真的以为 只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我就可以在黄埔江边上 买一幢大大的属于自己的房子 可是现在 竟然连想租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 都成了奢望 上海的房价 长得跟铭墙似的 看了一圈 还是咱们现在租的那个比较好 好有屁用啊 人家还不然咱们三天就滚蛋 今天我去找房东求情的时候 我看到李大哥啊 跟他老婆大吵一架 他俩这假离婚啊 保不起得也成真的 天无绝人之路 这不没到三天的吗 肯定会有办法的 是啊 杜小苏好心态呀 放着精装修的大房子不住当摆设 非得去跟人家挤地下室 上演黄花苦情戏 太扭了 好啦 知道没有原则的啊 没有原则 谁呀这是 喂 喂 子姐 你在哪儿啊 干嘛呢 有事说事我烦着呢 我这不也托身边认识的人 给你打听房子吗 刚才林副总跟我说啊 他有一个朋友的房子空着 要往爱租 叫你去看看 你说的那房子在什么地段啊 市中心呀 可以看到整个黄埔乡 地段特别的好 哎呀 好了 我知道了 我先走了啊 全非找我有点急事 什么事 不要紧吧 没事 放心 放心 我先走了啊 哦 那你自己当心一点啊 放心吧 来 进里边看看 怎么样啊 这房子 还行吧 这装修也太豪华了吧 你这朋友挺豪的呀 这么豪华装修的房子 会让我们俩白白住 你不会搞错了吧 这不因为是朋友吗 林向远 我知道你是好心帮我们 但真对不住了 我和你朋友又不认识 我凭什么接受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还是走了 不不不 不 四姐 你别误会 我林向远对天发誓 这套房子真的是我朋友的 我是借花献佛 就是顺手人情 绝对没有任何的想法和目的 你这发誓成口头禅了吧 我看老天爷啊 都快被你的唾沫星子给淹死了 你最好就去那马路边上 偏偏那些无知少女比较靠谱 是 我知道 在你们心里我林向远 就是一个见风使舵 见利忘义的人 没错 我也想成为一个好人 我也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我不是天天在拼搏吗 我们来到这个城市生活 像我这样不去努力 不去拼搏 我能怎么样 我有得选吗 我有资格选吗 我跟你一样 我们是来到这个城市打拼的人 没根没底 没有人可以依靠 只能靠自己 只要大家困境都一样 也算是同病相连吧 四季 我有的时候在想 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拼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拼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有的时候我孤独的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你能理解吗 你能理解吗 你说得没错 但是我想问你 这房子 你为什么不直接给杜晓送呢 思琪 你以为我不想给吗 她的脾气你也知道 她是不可能接受我任何帮助 所以 我只能求你了 思琪 我求你了 行吗 谢谢啊 看你们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脸皮怎么这么厚啊 我说话你听不懂啊 再给你半个月的时间 要是你们不搬 我只能报警了 大姐 我们不是不搬 我们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到 合适的房子 我们找到了肯定会搬的 你就体谅我们一下 说谁脸皮厚呢 你骂谁呢 思琪 你怎么一回事啊 是你们在求我啊 但你也不能蹬鼻子上脸的 再说了 我们当时租房子的时候 合同里写得清清楚楚的 如果有变动 需要提前一个月通知 您这看得懂合同吗 还讲不讲道理啊 我不讲理 我怎么不讲理了 这房子都是我的呢 我上次就给你们说过了 叫你们三天搬走的 你们没有搬出去 我现在也给了你们半个月的时间 我这难道还叫不讲理吗 到底谁讲理不讲理啊 我没有叫你们现在 立即马上走来 我就再给你们吼着了 大姐 你别 别激动 我不搬 我就要不搬了 不然报警吗 报啊 我看这警察是帮你 还是帮我们这弱势群体 思琪 你就少说两句吧 不是 大姐 我这个 我这朋友吧 他就是急性子 没事 我知道了 半个月 半个月呢 我们一斤就搬出去了 今天你也挺辛苦的 不是 别这么生气啊 不是 别这么生气啊 真让我们知道了 到了半个月 来来来来来 再见 我的话还没说完了 我脑袋都疼了 真的是被你们吵的 你拦着我干吗呀 有他这样的吗 还跑到家门口来赶我们走 可那毕竟就是人家的房子啊 所以说呀 这房子还得是自己的 要是租别人的 永远都得看别人脸色 半个月 怎么办呀 行了 你也不要一副 愁眉苦脸的样子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 我今天去看了一个房子 特别好 一梯一户 两为两室的 真的啊 嗯 在哪儿啊 市中心 咱们俩可以先搬过去过渡一下 然后再慢慢找房子 你发红彩了 这不要租金 让我免费住的 免费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这房子是我一个亲戚的 他就说想找个人给来看房子 就这样咯 小苏 你不要瞎想了 有我担着呢 你就跟着我混就好了呀 咱们俩明天就搬过去 好 停 三 二 一 你可以睁开眼睛啦 怎么样 这就是为来我们要居住的房子了 豪华吧 看看 全景落地大锅里 看 厨房 怎么样 以后啊 你在这里可以给我做早餐啦 讨厌 看这边 看 水晶灯 多美啊 是很漂亮 这不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那种 这儿是洗手间 以后啊 这也不用给你抢厕所啦 怎么样 喜欢呢 我已经决定了 这个房子啊就你住 这个房子 好是好 可是 你说咱们俩这又勤快又漂亮的俩美少女 你帮她看着房子啊 她高兴还来不及呢 是不是 可是 这么好的房子让咱们住着 那得欠人家多大一人情啊 哎呀 你这就是瞎操心 人家有的是钱啊 花三年都花不完 你上回说是你亲戚的房子 你哪个亲戚啊 就 就是我那个 就是我小姑姑 她那个大表姐 然后她那个同事的那个朋友 就是在华为当工程师的那个嘛 她那种工作你都不知道 就一出去就好几年不回来 行了 你别瞎琢磨 有地方给你住 你管那么多干啥呀 要不然这样吧 这房子你和群飞一起住 因为是你亲戚又不是我亲戚 我还是先回去吧 不行不行不行 小宗 你住这儿不合适啊 对呀 怎么能让她住这儿啊 你这不是把羊羔往大灰狼嘴里送吗 你们这儿当朋友的 要让她跟我住一块 还不得找借口对我动手动脚的 我还没想好要跟她同居呢 我主要是觉得这样不太好 不是 小苏 我 我觉得思琦说得挺对的 我哪能在这儿住啊 而且思琦一个人住这儿 我也不放心啊 是吧 别选了 你也别说了 行李拿进来就这间房子 快点 好 这儿是吧 对呀 快点 我向你保证 这个房子绝对绝对绝对没有问题 你放心大胆地住 那要不然这样啊 如果说房东他有什么不乐意 不高兴的话 咱们就立马搬出去 真棒 走 来 喂 财务部小张吗 对 是我 上次报销的那个办公用品发票 好 办事效率挺高啊 给你一个赞 好 我有空过来 谁啊 谁啊 林向远 你怎么来了 怎么办啊 我不能来啊 不怕遇到多少次啊 我知道小多今天上班啊 思琴 谁啊 呦 群飞 你也在啊 林总好 思琴 我有话想跟你说 好 俊飞 你先别弄菜了 切个果盘 我跟林总有事要聊聊 好 请吧 林总 思琴 我知道我这次来呢 有点唐突啊 这不明天雨天公司的年会 我也知道 小苏呢 比较忙 可能没有时间准备年会的衣服 我呢 就按照她的身材 帮她选了一套 你也知道 我要是给她 她肯定不会要的 所以呢 我想请你帮忙 帮我给她 你千万别说是我送的啊 小苏是我学妹 一直都很要强 我要是直接给她 她肯定不要 思琴 拜托你了 把衣服给她 哈哈 爸 您今天缺点不去了 不去了 你呀 劝劝代表我 你的舞班找好了吗 还没 我看碗绿就很合适吧 喂 祝经理吗 我那天在你们店里试了一件碗绿群 你还记得吗 那太好了 我现在让人去取